《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這集就跟大家說一下錢 錢是想清高的 但也有句名句 錢並非萬能 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 這句話很粗俗 甚至會認為是粗皮 但事實是 錢是講價值 錢和價值有些分別 但不要緊 我們講這個字Valueable 譬如這是一個很寶貴的古董 This is a piece of valuable antique 古董 Valueable 是很貴重的東西 很有價值 Value Value A Value 很出奇 同學學英文 就會覺得Value Value 就是很貴重 那 Invalue 是甚麼 究竟是有價值 還是沒有價值 是很容易亂人老的 是嗎 這個字有一個In 在前面 好像有少少否定的意思 但最終仍然是正面的 為甚麼呢 就是等於我們中文的 因為無法古良的價值 即是無價 I thank you for your invaluable advice 你對我的advice 對我的勸諭 對我的忠告 是無價的 Thanks for your invaluable help 你的幫助 你的幫助 亦都是無價的 這兩個字 千萬不要搞亂 以為說 這個就有價值 這個就沒有價值 這樣說完 以為是相反的字 不是呀 這個是非常貴重 有價值 這個是貴重到 不能評估的價值 是無價的 更厲害 那你說Invaluable 是否通常 剛才那兩個例子 都是說help你的幫忙 又或者是你的忠告 是否都是說一些抽象的東西呢 不是呀 實物一樣是這樣意思的 可以說是 譬如有人有一大堆的 古董藏書 價值連城 是無價之寶 可以說 He has an invaluable collection of old books antique books 記住 這兩個字 Valueable Invaluable 然後這個字 就考慮很多人 很多大學生都錯的 Worth這個字 是一個形容詞 千萬不要把它變成一個動詞 這樣用 譬如說 這件事很值得的 It worths it 沒有這樣用法 沒有這樣用法 如果你說這件事值得 It worths it 你就變成 Worth這個字 用了作動詞 你錯了 是要說 It is worth it 這件事是值得的 好像中文一樣 是形容詞 It is worth trying 這件事是值得去一視的 It is worth seeing 譬如有個景點值不值得看 It is worth seeing Worth是形容詞 那就是沒有動詞 是沒有的 除非另一個用法 就是名詞 How much are you worth 即你值多少 即問人家身家 這個Worth這個字 這個用法 譬如說 這個是心口針 這個bruch 值多少 How much is it worth 就是adjective 它是值多少 或 What is its worth 它的價值是多少 記住 Worth 要不就形容 要不就名詞 永遠不做動詞 值不值得 就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你記住 因為它抽象 它是不動的 它不動 它是非動詞 不是動詞 OK 講到這裡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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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blog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我們會有留意 選擇 oc Rachael 乃 以外 被 擂